吴承恩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故事 在中国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这部电视剧拍摄起来自然丝毫没敢马虎 全剧在当时较为成功的融电影、话剧、戏曲等子媒艺术于易如 演员阵容云集了众多影视界、话剧界、戏曲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使得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 以及众神仙妖魔的迎评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小时看《西游记》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情节深深吸引 孙悟空打那些妖魔鬼怪像砍瓜切菜一般特别的痛快 而且里面台词还都特别幽默 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好玩 《西游记》以前看的很多 不过现在看的和以前看的心情不一样 以前看的主要是根据它剧情来看 现在看起来它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情 该剧采用实景为主 内外景结合的拍摄手法 把奇妙的故事和规律的景色结合在一起 极大的丰富了本片的观赏性 那么最大的压力来在哪呢 就是特技 你知道我们这个戏拍摄的年代 是八十年代的初期 八二年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哪像现在呀 又有什么 身上背着的摄像机 上什么斯坦尼康了 又有什么电脑动画了 又有什么虚拟演播室了 普通人打架也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途中道路遥远见新 走过了女儿国 乌鸡国 火焰山等不少地区和国度 西游记剧组也跟随吴承恩先生的笔墨调转 辗转于祖国的名胜山川 使整部作品成为难得的一部风光片 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 也伴随着本剧的播出 在一代人心中久久回答 这部西游记在国内外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 作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改编剧 获得综合总评86%收视率的巨大成功 成为至今无法超越的一个高峰 被誉为八十年代的一个奇迹和经典 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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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来个点进去 哎 你怎么了 快说句好话吧 把你接不接 接 接 扇子给你 孙叔叔 给你扇子 西游记荣获当届飞田奖的特别奖 金英奖优秀电视连续剧的一等奖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灵童 也获得了当届金英奖最佳男主角奖 他从学到从佛 最后我认为他血管里头流的是儒家文化的血 所以我就想一直通过孙悟空美侯王这样的一个形象 不断地去弘扬西游文化去推崇 我认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精神的体现 就是我们中国的侯王精神 拼搏 进取 不屈不脑 永不言百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就像《西天举经》一样 九九八十一年最后达到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2000年 六小灵童因在《西游记》及其续集中 扮演孙悟空这一角色 前后跨越了整整十七年 而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六小灵童所塑造的孙悟空 几乎成了观众心目中的一个定势 我刚才的意识到大祭 你也是 你也是 过来 过来 瞧瞧我 仔细地瞧瞧 本年度播出的28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 称得上是历史传记片的成功典范 这是一部符合大多数观众心里期待和历史真实的人物传记剧 表现了最接近生活原型的爱心觉罗溥仪前半生的生活 全剧真实的在线了溥仪从三岁幼儿变成真龙天子 后又变成凡夫俗子的过程 除了那本书《我的前半生》 那时候关于皇宫的揭秘 说实在也没这么多 资讯来源也比较少 然后有一部分青史专家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那种形象概况 但是那时候我们拍戏还是比较严格的遵循 有依有靠的 不一定是准确 但是在那个年代是有依有靠的一些文字 一些图像乃至一些传说 剧中场面之壮观 是我国电视剧史上前所未有的 为了达到雅俗共赏老少贤疑 还表现了溥仪与后妃之间的生活意识 以及带有知识性及趣味性的宫廷礼仪地方民族 而对溥仪人生选择上的最大一次沦落 和中华民族不幸历史的反思 则是本剧的最大亮点 尊重史实 拘泥于史实 本剧中不乏这样的巧妙发挥 主演陈道明凭此剧荣获第七届金英奖最佳男主角奖 和第九届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一举成名 问题我觉得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 一个是他有唯一性 有他的专家性 我觉得现在的奖太多了 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 从无道友的一个演员 得到了若干的肯定 当然很高兴 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 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 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 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溥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 可以说又是全世界末代君主中 经历最为奇特的一个人物 有关他的生平 无数的艺术家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演绎 同样一个普遗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形象 电视剧末代皇帝在国内热播的时候 大洋彼岸的同名电影 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二者相比较 出现了一些争论 甚至有的老艺术家 发出了两个作品 孰优孰劣的愤怒质疑 今天看来这种争论是自然的 也可能代表了一种中西方观念的冲突 观众倒是更加宽容 一方面他们欢迎史料扎实 叙事风格朴实明晰的本土电视剧 另一方面也不排斥 对这部偏重于唯美和人性探讨的 好莱坞大片的欣赏 1988年 这个年份的谐音 是人们所认为的大吉大利的发发 实际上这一年也确实是经商热 达到高潮的一年 没有多少人循规导举的安于现状 无数的机关干部企业之工都心动神谣 纷纷下海 闯深圳下海南 挺心留职 创办公司 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 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 但而在这个年份里 时运并不像人们所祈愿的那样发发 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 如此多样的人生故事 却给我们的电视剧创作者们 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1988年西南航空公司 118空难事件给即将到来的春节蒙上了音乐 另一个发生在年初的灾难性事件就是 上海市区有30多万人感染上了甲肝 险些使整个城市的运行陷入停顿 这一年的1月24日凌晨 昆富县80次特发列车发生颠覆事故 同年夏天 在四川省前围县 发生造成160多人死亡的721特大沉船事故 以上灾难性事件 给人们本来寄予无限希望的旧历龙年 带来了不祥之本 当然生活仍在继续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改革开放的脚步 1988年4月13号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省 同日又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经济区的决定 同意把海南岛建成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很快海南省成为一心想要发财致富的人们 趋之若鹜的热土 这一年脑力劳动者月平均收入只有172元 而摆个摊却能成为万元户 这一年北京地区计划招收8600名研究生 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 全民经商热脑体倒挂现象 让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多余和缺位 这一年8月9号 中央电视台卫星传送 催剑演唱一无所有的实况 作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夜的特别节目 向全球播出 一无所有成为本年度社会情绪的 关键语和指示标杆 在理想与现实产生剧烈冲突的时代 不难理解这首平民色彩的摇滚 为什么能够触动亿万人的心灵 这一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 李宁从吊环上摔下来的这一幕 不知让多少人顿上惆怅和失落之感 这一年通火木材和疯狂强弱的恐慌现象 让普通民众真切感受到了生活的重压 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比这部雪城 更接近人们心理现状的作品了 它的片头曲就传达了一种迷惘的情绪 后面的剧情 更是似乎始终在拷问着每一个观众 你将往何处去 这部由黑龙江电视台设置 根据梁小生同名小说改编的 十六级电视联系剧 又是一部知青生活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 你是兵团回来的 嗯 我也在兵团待过 与今夜有暴风雪和蹉跎岁月不同的事 他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这个主题 那就是返程后的知识青年在逆境中奋斗抗争 他们的生存困境也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困境 知青返程之后的困境 工作问题 住房问题 生病 住不起面的问题 它是一系列的困境在雪城这部电视剧里边 另外还有由于他们困境 出于困境 他们内心里边的这种各种心理的碰撞 使他对于现实发生痛苦 你当然找不着 该剧故事发生的背景 是十年动乱刚结束 知青大返程的动荡岁月 在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青年们 从昔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 带着疲惫的心回到隔膜已久的城市时 他们发现 自己所谓的激情岁月 根本不是再可以炫耀的资本了 他们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 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人 一切都将从头开始 而整个社会都漠视着 甚至嘲笑着他们的多余 剧中这一代人 由迷惘苦闷到振奋偏薄的历史转变 以及在艰难之中 彼此给予的扶持和温情 都十分打动人心 让观众在艰难和沉重之中 依然看到了希望之光 我那个组里头的人几乎都有下降经历 所以说排起这个来应该说 大家都有这些经验可以对应上 倪平因为出色地扮演了姚玉慧这个角色 而获得第六届金英奖最佳女配角 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实际上是编剧梁小生特别不同意 我觉得他不同意的原因 说出了一个理由吓我一跳 他说姚玉慧这个人物 就我演的那个兵团教导员 说那应该要什么呀 他说完全应该要一个非常难看的 完全具有男性化的身份的 所以在整个兵团教室 没有人把他当女人 他说那倪平呢 在我的眼里就是比这个人物漂亮了 我说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夸我漂亮 我从来没有人说我漂亮 但是我说因为他的不同意 因为他的不同意的原因 使得我找到这个人物的和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著名的心中的太阳 随着雪橙的播出被广泛传送 他延续了当年最为流行的 西北风的激昂风格 无论走到哪里 似乎都能听到有人扯开喉咙高歌一曲 著名歌手刘欢 当年就是凭借这首歌 以及童年播出的另一部电视剧 便以警察中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而闻名全国 变异警察的剧组当时在天津 导演看到雪橙这部戏 听到这首歌 你回去找这个家伙 当时这个剧组的 我们现在的大导演赵宝刚 是这个还是编译警察 那个剧组那时候的是制片吧 大概 跑回到北京来找我 那谁都不认说 我不知道这个 这家伙是谁在哪 都费了好大劲 找到我来唱这首歌 其实这之间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联系 然后有意思的 就是在播出的时候 正好就套在一起了 一下子忽然两部电视剧 砸在一块 一三五雪橙 二十四六变异警察 晚上天天晚上 晚人空巷的看电视剧 晚上天天晚上都听我 一个人在唱这个东西 对我个人的影响 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有一炮走红了 这首伴随着十二集电视连续剧 便衣警察而诞生的少年壮志不言筹 在当时忧愁而又无奈的社会氛围下 也来得正是实际 他完全称得上是一首立志歌曲 当时都唱那只歌 都唱到老的小的都唱那只歌 也挺受感动的 编辑警察这片子播的时候 那会儿还不是每家都有电视的 我们都是好几家的人 一块儿约在一块儿看 我们家当时住在四合院里头 编辑就在院里头 一到放的时候 大家伙就跟约好的似的 拿起来玩具 听着那片头两声当当的钟声响 一块儿看 编辑警察的故事是这样 1976年 年轻的公安刑警周志明 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 施萧萌的姑娘 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 不久后 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中 周志明发现 同事在取证拍照时 拍到了施萧萌的姐姐石几红 周志明为了保护朋友 将相机中的胶卷曝光 周志明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浪荡入狱 昔日的人民警察 如今与他亲手抓获的罪犯 同处一事 你的职业是什么 人民警察 我是五出一科的 你犯的什么罪 我没罪 你告诉我 你一定哭泣了 帮忙 你不该来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志明我还要来 你好别来了 你要好好 我还要来见你 不许我 浩劫过后 周志明得到平反 重新回到了公安队门内 经过一连串世界的考验和锻炼 周志明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 该剧把主人公从懵懂到清晰 从胆怯到无畏的全过程表现得扣人心血 播出后反应强烈 剧中胡亚杰 深君怡 谭晓燕 廖精生等人饰演的角色给人印象深刻 编语警察的小说也被学界称为公安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编语警察这部戏创造了好几个第一 海岩是第一次写小说 编语警察就被搬上了荧幕 刘欢唱这个主题歌 唱了《家喻户晓》 那么我因为演了这个编语警察 是我第一个吟评形象 也让《家喻户晓》 不能说演得最好 但是它影响最大 以至到现在来讲走到哪 那么还是叫编语警察 走到任何一地方 这编语警察来了 那还是这样 编语警察是海岩第一部被搬上迎瓶的作品 此时海岩剧的模式还未显现 但已显示出作者驾驭故事要素的纯熟技巧 它为一个容易流出于英雄人物先进世纪的故事 巧妙地设置了精彩的感情线索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 熟悉这句台词的观众一定对神探亨特不会陌生 这部汇集了好莱坞诸多娱乐元素的电视联系剧 跟本年度同时播出的中国警察故事 编语警察截然是两个风格 让中国观众再次感受到了美国电视剧文化的魅力 神探亨特当年首先由上海电视台播放 他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 每一集都有独立的剧情 男女主角精彩的演出 匪夷所思的剧情深深地吸引了中国观众 亨特和迈克尔只是两名普普通通的警探 在错综复杂鱼龙混杂的社会环境中 他们巧妙地破获了一个又一个离奇曲折的案件 他们不仅要面对犯罪团伙的凶险和狡诈 还要实时提防不理解他们的上司的无端训斥 以及心怀妒忌的同事们的捉弄 但他们默契合作 凭着沉着干练神机妙算 往往在经过几番殊死搏斗之后 都会化险为夷 在还没有好莱坞大片的那个年代 这对美国警察布局一格自由散漫 玩世不恭的办案作风 以及随时在办公室大搞Kiss的浪漫开话 都让中国老百姓大开眼界 试试看怎么样 亨特和麦克尔 这对机敏幽默的黄金搭档 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机敏 你拿着什么 一块砖 对 还有颗紫带 不需要警察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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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君狗?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他那边 我的天啊 啊 看我 啊 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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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 那么你的话将在法庭上作为你的供词 你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 你的话将在法庭上作为你的供词 你有权请律师 如果你请不起的话 法庭将为你免费指定一个 他每次抓歹徒都说这样段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 借助这部电视剧 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了米兰达法则的精神 尽管不能说这样的台词 给了我们现代公民意识的启蒙 但难以否认的是 大量新奇的现代的观念 可能正是某些流行事物 比如一段电影的对白 一首歌曲 甚至是一种装饰带给我们的 这也是八十年代大众传播领域 一个有趣的现象 说到警匪片 还不能不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警匪剧 那就是曾获得过第八届飞天奖的乌龙山剿匪 这部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献礼片 当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 曾经轰动一时 家喻户晓 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成绩 该剧根据湘西剿匪的真实事件改变 讲述了以外号为东北虎的刘役堂为首的剿匪小分队 如何依靠当地人民群众与匪首 田大榜 钻山豹 女特务寺丫头等展开一场殊死的斗争 剧中惊险曲折的情节 激烈的枪战是吸引人民眼球的重要因素 谁敢乱动 老子叫你们一起报销 都给我把枪放在地下 听见了没有 我拿导火线了 别别别 我放下 我们放下 弟兄们 我不想把你们叫土匪 土匪这个词 听起来叫人心烦 叫人恨 你们也是人 父母所生 你们想过没有 自家的姐妹被人糟蹋 自家的亲人被人杀害 这是什么滋味 人心都是肉啊 身军一扮演的钻山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本人因此获得第六届精英奖最佳男配职奖 是 当时在拍这个局 这部戏的时候 塑造了个钻山豹这个人物 当时从中也借鉴了很多老演员的表演 你包括像陈强啊 陈树啊 像坤啊 包括方化啊 等等这些演员 在他们身上 就是说每一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 那一面都是不同的 乌龙山剿斐记 总共投资四十万元 所有镜头都在湘西石地拍摄 历时七个月 这样的拍摄条件 在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 1987年年底 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等重大措施后 两岸互动情势令人充满期待 海峡另一头的流行文化 也依然是大陆庞大的文化消费人群所欢迎的事物 昨夜星辰的故事看上去似乎又简单又离奇 这是一段因为家族利益而被人为撮合起来的婚姻 周氏企业的董事长周建邦 同商业伙邱家的小姐素云结合了 然而这段婚姻却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危机 在新婚之夜 妻子向周建邦坦白 她刚刚结束了同一个浪荡子弟的热恋 而且刚刚流产 她和新婚丈夫需要共同面对一段尴尬的现实 素云 今天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你 你说这个话的意思 我就是怕你不相信 我就是怕你不相信 所以才跳这个时间考虑 这一趟奇妙的富娃奥运漫游 我们又回到北京了 你们好 欢迎来到北京 你好 欢迎来到北京 谢谢 我们找到鸟巢 但我们失去 他们迷路了 他们要去鸟巢 来 我们送你们去鸟巢 看我的 做这个去 环保又有北京特色 我来 我来 暂停 带上微笑圈 大微笑传递下去 学习近期 乐于主人 离师守守守护环境 让我们一起继续奥运漫游 把北京的微笑带到更多的地方去吧 大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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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私信电话 68483528 68483528 这是一部几乎在每一集里都有烦恼和误会的情感剧 许多当年的观众还能记得 那个有些脾气的乌云墙总是在不该出现的场合出现 而那个大大咧咧的农家女孩阿湘 又总是为这种乱纷纷的局面推波助澜 周建邦和素云的关系 在一种拉扯和魔力中走向崩溃 正因为有这些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元素 当年思维相对比较单纯的内地观众 总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多角恋爱的故事 好就好在这部剧在关键时候峰回路转 好就好在我们看到人物不停地吵闹 反而让我们对双方都寄予深厚的同情 因此观众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峰回路转 建邦和素云在离婚后开始了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建邦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是喜欢素云的 素云也渐渐对建邦产生了依赖 必须承认 这是一部当年一些年轻观众并没有看懂的电视剧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这部剧 喜欢里面的人物 喜欢人物台词里透射出的东方伦理 喜欢这样一句格言 不要总想着当英雄 男人有时候也要当当狗熊 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 当年台湾的报道这样评述这部剧 昨夜星辰的创作者 以两代的情与冲突延伸剧情 剧中的演员把那份母女情 老夫妻戏以及儿女情 诠释的入幕三分 使得本剧的戏剧张力发挥到极点 开拓了这类题材的潮流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 当年成了电台点播率最高的歌曲 她的特殊旋律刻进了每个爱过的人的心里 成为全世人们复杂爱情感觉的心之旋律 如今连续剧《昨夜星辰》引起的轰动 虽早已是过眼烟云 但反映那个年代台湾社会爱情的价值观 依然牢牢印在观众的脑海中 她与同一时期亲言软语的穷瑶爱情剧 全世风格截然不同 这也成为当时爱情电视剧 同分天下的两种类型 这一年从香港引进的二十集电视剧《绝代双焦》 是内地最早引进的古龙剧 它剧情曲折 武打激烈 也颇受观众欢迎 在本剧中 梁朝伟 吴戴荣 双双领衔的《小鱼二与花无缺》 谢宁扮演的苏英 李美贤扮演的铁心兰 苗乔伟扮演的江峰 还有关丽杰 陈美琪等出演的角色 长长角的观众心醉神迷 好像比《看古龙原著》还过瘾 许多人认为 他与《射雕英雄传》一样 属于古侠剧中的精神 很多人从这部电视剧认识了梁朝伟 他这个时候的表演虽略显稚嫩 却也活泼可爱 生动自然 再走六步你马上吐血而死 那我担保三生之内呢 那个臭丫头会扑回来的 看着啊 一 一 二 二 二个半 三 可能太远了 听不见了吧 算了 小音 看着吧 你这不上去好重 你真的扑过来 这确实是一个伴随的歌声走过的剧场年代 不是有人说过吗 一首好歌即使穿越时空依然能够激荡人心 一部好剧纵然历经岁月依旧可以令人感怀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西天取经历经坎坷的行程 是否给了这个不平凡的岁月一个恰当的注解呢